火烤兩吃十足可麗雅高雄和平店是全台最後一家分店 9號卻無預警的公告將在4月底要結束營業了 隨後業者也發聲明表示 原來是因為租約到期 房東另有考量決定不再續租 消息一出之後也讓民眾相當不捨 一大盤肉片烤得滋滋作響 再搭上熱騰騰的火鍋 台灣火烤兩吃十足可麗雅是不少老套最愛 不過現在卻驚喘熄燈 高雄和平店9號五預警貼出公告 說將於4月底結束營業 原因是逐月到期 房東另有考量決定不再續租 也感謝大家56年來的支持 要收所以才來吃一下這樣子 是很可惜啊 他物美價廉 很不方便耶 我們常常來這邊用餐啊 還是因為就近啊 家庭聚會都是選在這裡 而且是口味小孩子都很喜歡 消息一出 民眾把握最後機會到店消費 據了解可麗雅創立於1968年 全盛時期全台共有超過40家分店 是不少人的詭異 高雄和平店也是最後一家分店 中間好不容易停過疫情嚴峻時期 沒想到最後人敵不過 房東的不許約通知 一直一直捨不得可麗雅就這樣結束 跟房東談 房東談了很多遍 房東因為他有他的考量 房東就不再續租 那我也覺得很捨不得 業者表示真的不願意目睹可麗雅消失 並承諾會將精神傳承到其他品牌 這回五玉錦錫燈老子好餐廳又少一間 也讓民眾不捨錯愕 見玩家網程龍高雄報導 好 好